这个丧尸正在吃包菜 可他突然想换个口味 紧接着他快速奔跑 疯狂冲向面前的人类 然而女孩却根本不怕 下一秒直接用脚踢住他的当下 随后丧尸来到厕所查看二帝 却被房东以为是变态 于是丧尸二话不说 将老头按在墙上撕咬 随后丧尸夺门而出 可到了晚上 丧尸却又闯进房东的仓库里 只见丧尸缓慢起身 这时老头却抄起铁锹 但丧尸的本性瞬间暴露出来 两人立即在仓库扭打在一起 但不曾想将丧尸踹到钉子上 可突然丧尸缓慢迅速地从钢钉里爬出 于是几人见状连忙逃出仓库 但这诡异的一幕 瞬间让他们联想起丧尸 而此时的老头已经被咬 于是女人连忙拿起平底锅将他砸晕 紧接着拿出卯钉枪 随后将老头困在小房车里面 可第二天他居然逃了出来 只见老头准备打喷 而背后的大孝子立即给他一狼头 可老头却跟没事人一样 样貌居然年轻了十几岁 就连须须都能原地三明远 这让老头瞬间明白这是丧尸的功劳 于是他立即想出发家致富的方法 而这些村民主动排队 竟然开始抢着给丧尸咬 但丧尸却根本没有胃口 于是女人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女人将番茄降低在手臂上 而丧尸立即对着手臂咬了上去 可诡异的是 他们竟抢着上前给丧尸咬 而被咬的人能年轻数十岁 但丧尸只喜欢吃白菜 他咬人的目的 竟是给这家人赚钱 很快能变年轻的方法被传开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但女孩为了不让丧尸成为赚钱的公主 于是准备把他放回大自然 但不曾想的是被他的哥哥找到 而男人惊恐地发现 正有另一只吃人肉的丧尸出现 并且数量越来越多 等男人转过头时 不料一只丧尸迎面冲来 吓得男人立即丢下啤酒瓶 紧接着夺门而出 而但凡被丧尸咬的人都发生了变异 可女孩却丝毫不知道 只见一只丧尸突然冲了过来 于是他连忙找到哥哥 可男人以为对方是酒喝多了 就在他要冲上来时 好在女人用平底锅鸡腿 但路过的探长以为他们行凶 这时被击倒的丧尸突然站起来 而探长立即让他来到身后 殊不知丧尸已经盯上他 就在探长还一脸疑惑时 下一秒丧尸静直地朝他的脖子咬去 这时男人并眼一瞧 越来越多的丧尸出现 于是连忙捡起地上的手枪 眼看丧尸就要冲过来 他们立即躲进房间里 紧接着三人合力将丧尸困在外面 随后男人连忙推来一个货柜挡住 这时男人发现窗口还有一个 但没想到竟是自己的儿子 可丧尸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就在这危机时刻 女人又是一记平底锅将丧尸击晕 随后他们立即跑到二屋 紧接着将窗帘全部拉上 接着拿出凡是能抵挡住丧尸的道具 可这时女人就要生亡 然而尖叫声很快被丧尸听见 不曾想一只丧尸已经闻声赶快 眼看丧尸就要冲过围挡 三人连忙要从窗户离开 殊不知丧尸一把推开面前的障碍 没想到女人到死都还想着拿钱 直接被出现的丧尸为主 但好在女人的身手拟击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三人连忙来到另一处屋里 但没想到丧尸也跟出来 于是三人继续挪动位置 然而脚底的丧尸正在蠢蠢异动 于是男人连忙打开填窗 可就在男人掩护女人先下去时 不曾想的是 他的弟弟竟开着小火车回来 这让懵逼的男人开始有点懵逼 而小帅竟将车开进加油站 殊不知一群丧尸正盯着他们 可这时男人却要放大招 男人只是为了驱赶丧尸 竟将附近的烟花全满了 然而这些丧尸却根本不得不闪 但没想到这里是加油站 等男人访过神时 不料火花突然将剩余的烟花点灯 任凭男人怎么吹都吹不灭 于是男人连忙离开 然而丧尸却纷纷围了上去 不料这是火花将后窗击碎 而车后全是未点燃的烟花 就在丧尸要凑近看时 紧接着下一秒 所有的烟花骤然被点起 瞬间把附近的烟花全吸引过来 随后男人和同伴伪装成丧尸 准备把车夺回来 但没想到要是找不到 这时锅盖男却将灯点起来找 而灯光瞬间吸引来丧尸 等两人察觉时 不料汽车已经被团团包围住 他们以为把灯关了就没事 殊不知丧尸也不是傻 眼看丧尸就要破车而入室 一个女人却突然拿着电锯出现 而丧尸立即切换新的目标 可女人并没有被咬 只见一个男人挡在她的面前 与此同时楼顶的丧尸却意外触电 下一秒进火花带闪电 周围的灯光瞬间被击火 而这些丧尸立即原地蹦地 这时车上的两人竟透过灯光 想起钥匙放在哪里 于是男人连忙下车呢 可没想到电飞用一半没钱了 而懵逼的男人还意外踩中玻璃茶 动静很快吸引丧尸的注意力 可就在丧尸准备把他吃掉时 没想到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 而他们立即掉转方向 这让分娩完的女人害怕起来 而男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子受威胁 竟开始阻止这些丧尸 这时同伴连忙提醒他有钥匙才能离开 于是男人立即来到房间 紧接着一记飞踢将里面的丧尸踹倒 但眼看丧尸就要围上来 而男人却奋不顾身冲向楼梯 为的只是拿到钥匙 但他很快就被丧尸包围 然而男人凭借着一笔 将钥匙丢到同伴手里 交代完一定要把他的老婆救出后 彻底变成丧尸的养量 随后小帅立即启动油门 但不曾想车被钢绳拖住 很快丧尸就全部围上来 另一边女人正在和丧尸们疯狂拉扯 这时爱吃包菜的丧尸为了救他们 竟用身体挡住房车外面 与此同时男人立即将油门拉满 瞬间将房车拖了出来 可这时爱吃包菜的丧尸竟说出人话 瞬间让丧尸以为他是人类 立即上前把内鬼围住 然而他却点燃了火机 瞬间将这些丧尸送去西北 随后离开的几人来到隧道口 没想到却遇到出去度假的老婆 几人想起他才是最初被咬的 那么一定已经产生了抗体 于是他们立即有了发家致富的方法 接着连忙将变异的人召集到一起 然而老头有些不情愿 可为了赚钱 老头还是放下了尊严 最后这些变成丧尸的人 只要被老头一咬就会变成正常人 影片也至此结束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